上个视频说了29日中国日报对周深联合国行的报道 大家想要购买珍藏的话 也可以去买一下 很便宜的 这里再更新一下29日其他频道的周深 奔跑吧 上线了周深宋雨琪车内聊天片段 周深说认识宋雨琪后才开始听Kpop 周深开启车内KTV Queen Card 宋雨琪手动闭麦周深 疗效门口小吃馋到不行 宋雨琪弹炸毛鸡蛋 嘴馋周深表示活珠子下不了口 两个人还说未来在顶峰相见 不知道以后两个人会不会有合作的舞台 大家可以敦手一下 同日新华社官微赵丽又艾特周深 以花开忘忧为BGM 发了千亩梨花盛开的视频 发博说伴随周深的歌声 一起看漫山花海绵延起伏美不胜收 同时北京卫视官微艾特周深转发了28日 新华社以大雨为BGM发的 秦皇岛橘子海的美景视频 发博说伴随周深的歌声 享受着这片宁静与美好 另外腾讯音乐有你榜官微艾特周深 发博说了周深悬崖之上三周年的成绩 六次进入Top5 成为2021年第17期冠军 七次五大维度单项得分Top1 获得由你榜2021年度影视OSTTop1的荣誉 最后说一下 周深跑难的跟拍PD27日分享了一些小细节 说周深很喜欢用肢体语言来表达 活泼灵动 说周深一直都十分真诚和善良 会默默地做一些很照顾他人的小事情 并说以成相待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也许这就是哪怕路人也很喜欢周深的原因吧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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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and meaningful